几个鞋谈 节目做深了才好看 周边产品改好了才会更好穿 这周我们节目只其实说鞋只更新了一集 就是因为我们本周公司有一半的人都出去杭州拍摄杭州运河的 继续拍摄杭州运河宣传片了 因为这个我们要维持一年的拍摄春夏秋冬的景色 我们都要拍出来 所以我们的摄像师都不在 那么我们就拍不了东西 所以我们到周二我们都是自己拍自己 这周我们本来是想拍的是特步的油云的三代也是特步跟我们系过来的 所以这个鞋到底如何 我们之后会进行一个继续的评测和长测 我们后期其实也去了杭州 他是做三维做特效的也做不了 我其实是想在之后的长测中 每一双鞋我们都把它拆解开来 然后用三维模型把它建模重新可以拆开一个个分析 每一个运动鞋 每一双运动鞋 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和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设计上的这种猜测 也可以把这个图纸开圆 然后给到更多对球鞋有爱好 想评测它 想设计它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目前的想法 所以就卡在这里了 那个做三维做特效的人不在 去杭州了 所以搞不了 那这都总得搞点事情 是吧 那我们就去搞周边产品了 因为我确实火很大 就之前我们卫衣发不出货 延迟了一两个星期才发货 有的人过年之前下了单买卫衣 还没买到 结果可能上个星期才收到货 所以我非常生气 我就去换了一个供应商 我一直在找供应商 因为我其实自己一直在买各种不同的卫衣 想去把这卫衣改进的更好 那其实也在寻找一些潜在的合作方 那我就这次找了杭州的一家公司叫Zone ID 它是做定制球衣的 那我们买了它其实两件卫衣觉得也不错 那就上周其实就过去了 刚刚在这栋楼 聊了好久 现在中饭都没吃 然后去高速路 吃中饭 基本上聊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下星期我们在这边做打亮 然后下星期来开始拍这件卫衣的一个诞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周我们又再去就更有目的性了 就我就带着华真他们一起去的 其实去之前他们还去看了一个面料展 就是在虹桥这边的上海这边开的面料展 也是针对我们之后可能夏天要做的一些短袖T恤或者是背心裤子 做一些面料上的悬材 让他们去看一看 我没空我就没去 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去杭州 去杭州之前我们还去了孙海平的训练基地 我们其实也是在为下周的节目做准备 就是中考体育该穿什么鞋 其实也不光是说中考体育 而是中学生比如说运动 大家上了体育课的时候穿什么鞋 我们还采访了孙海平教练 他会到时候跟我们分享他的看法 比如说中考应该穿什么样的鞋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训练方式 我们几个人一起开车去了杭州 然后到了那边 可以说是反正跟他们重新把版型调整了一下 这些版型的修改意见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会员群里面还有淘宝的评论 我看一下主要就是嫌我们帽子太软了 然后太大了 然后太重了 所以就会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其他我们同事他们都不愿意买这个产品 自己都不愿意穿 那我就问为什么 他们就说这个领子太奇怪了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做了一些修改把这个版型 还包括下摆再收短了一点 这也是会员群出现的一些问题 就去改版 改版就到了那边我们就直接开始改了 因为我打算把卫一的改版做一个就是纪录片 或者是一个纪录式的视频 从卫一的设计到打版到生产再到发货 全部做一期片子 然后到时候和第二版的卫一一起推出来 其实也不是第二版还是同一款式 只是相较于这个OG款 它有一些小的细节上的提升 一些改进 但是我也不想就是想要的OG版就显得都没有价值 那可能第二版这个字我就考虑不用刺绣了 我就用交易 就不想用特别那个就是想平衡一下 最开始支持我们的这些用户 然后最后还让我们的同事再试穿了一下 确实版型帽子这方面都有提升 那之后我们还会出其他的周边产品 就像我之前说的比如说短裤短袖什么的 袜子我们也会继续做 因为袜子我们去年跟QSTEP合作了以后 他们今年感觉叫左右力量了 品牌名称换了一下 我们还会出相关的实战鞋的特定款式 比如说去年我们是出了螺丝9只是试了一下 那样可不可行 结果发现还反响挺好的 然后我们短袜也卖的不错 所以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去年TOP3的实战款的特定的袜子 能够帮助你在这三款鞋里面得到更好的效果 然后鞋垫我们也在做 现在已经有了DEP的内部的很小的样品 但是由于模具和材料还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DEP适用的会员适用的这些鞋垫可能还会出的慢一点 不会像预期的这一周就做好过一段时间 预计还是三月底或者是四月初这个鞋垫能够上架 如果这款如果做好了 我决定之后还是对每一款鞋都做一个鞋垫 所以会有一套这样的产品出来 就我希望我们的产品不是那种别的淘宝店有 我们这里我们只是一个分销渠道而已的这种产品 而是真的有特色 是经过我们自己的脑子和体验 还有设计重新改款之后的一个产品 这其实是我最初就是做比如说垂直类文化品牌或者文化IP的一个愿景 就是我以前做媒体做的是大众媒体 它其实只承载一个大众信息传播和大众广告发布的这样一个角色 它的商业模式也很简单 就是我出信息出内容 然后广告商在我这投广告 然后大家花钱买我报纸 就这样子 我其实想做的是垂直的 垂直行业垂直文化的媒体文化品牌 其实它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串通整个垂直的产业链 因为垂直的产业链之前是没有特别多的媒体去进行cover的 比如说球鞋杂志或者怎么样 它其实并不负责帮你整合产业链 但我觉得未来的视频化的媒体它因为很真实 然后还有记录功能 然后粉丝的互动也因为互联网会更加积极 所以它会承载一定的垂直产业链整合的一个功能 就包括帮消费者选择他们好的喜欢的产品 然后帮助产业链能够听到更多消费者的声音和真实的反馈 然后还有帮助产业链改进产品 让整个产业链垂直的产业链能够越来越紧 说到改进产品说到生产 我们就随而然就顺到下面一段我们这周的一个vlog内容 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粉丝他是同济大学学建筑专业的研究生 他其实是很想进行球鞋生产球鞋设计这一块的创作的 他也很有兴趣因为他本人也很喜欢打篮球 他以前是在哈工大读本科的时候是CUBA阳光组的 可以看见他打球也很好对吧 然后专业也很棒 他看到我扭鞋就会在网上引起争议 他也就去做对折的比如说鞋底鞋垫的力学的一个结构分析 他其实是学的叫bending active 其实是那种弯折的数据化力学分析的 在建筑中的这么一个类别的一个研究 现在是他做这个 他就用他自己数据化分析的方式 帮我们研究了正反向去折鞋底或者鞋垫 或者是左右扭动鞋底鞋垫 他最重要的受力点是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同济大学已经碰到了这位粉丝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笑 然后我现在是同济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 现在在主攻的是结构性能化 就是建筑数字学方向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bending active就是弯折 这些模拟实验可以对极客鞋谈的一些测评 做一些科学的一些分析和帮助 我们是用mili pad来做的一个3D拓普的一个优化 然后是用cangaroo来做的一个动力学的一个扭转的一个分析 他们是基于rino平台下的一个grasshopper的一个插件 然后这个我发现跟阿迪达斯做那个3D打印的那个界面 我看到它那个界面我发现是同样的界面 我觉得我们至少在研究平台上还是一致 这位是做编织的这个小鞋鞋鞋 它是博物的 看不出来 大概初三吧 是吗 对 对 这是像我之前做的一些研究 它就是把一些碳纤维的一些固定形状的一些东西打印在这个tpu里面 然后可以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翘体 这也算是类似于像结构加强的 那么这个花纹其实就跟这个是有类似的一个意思的 我一直穿这双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forge fiber 它可以限制你的脚在外面做策划的这样一个形变 而这个做的就不够好 它其实是用一个final的一个结构来做一个 但是这个final就是特别软的一种 它耐久不够好可能还是 4D打印鞋底的时候我看到它那个窗口旁边工具条是一样 因为rino是基于Nervs建模协议下的一个软件 而Nervs是国际标准组织里面对于曲线的一个定义 他们都是用bisp line来定义曲线跟曲率 然后这边就是我已经分析出来的一些结果 我是对这个鞋底进行一个bending bending就是做一个弯折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这个弯折幅度是非常小的 然后越往上面它这个弯折幅度是越来越大的 对吧那么它就是一个鞋底在被怼弯的 我取了其中四个状态 然后每个状态给它做了一个硬力线的一个球解 跟它哪些是受力核心部位的一个球解 那么就白颜色的地方就相当于是说它这个最需要受力 那么看到它在即将被怼成90度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白色的是什么代表是需要加厚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局部加厚 它认为这个部位是它受力的一个集中区 包括你可以看到红蓝硬力线 这个硬力它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再往下走的 红的是代表什么呢 红的是代表是拉力 然后蓝的是代表压力 对但是在这个受力分析图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叠带很多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是非常均匀的就是纵横相交的 但是它在受这个拉力和压 这个它被怼弯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步一步迭代下来之后 它中间会发现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还是能够看出有一些部位 它还是能够保持横纵交错的一些走线的话 那么这些就是没有被干扰就没有被离散的 它们还是非常需要这个结构的 那么集中传递的这个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在这里会有局部的一个厚度的一个增加 然后我现在可以用Cangaroo的插件 然后把我们的这一个过程来模拟一下 就是弯折模拟这些设置完之后 然后你在这里要给它reset一下 那么它这里就起来了 看到吗 我们再来一下 就是对它这里就被怼弯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鞋底在发生巨大形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后面是会有一个反翘 先是一个反折 然后再是一个正折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这样来反着来怼这个鞋底的时候 这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它在发生形变的一刹那就是你这里在发生受弯的时候 这它后面它是有一个波动的一个力量会传递到这里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通过这个分析的话 我们是看不出这个波动的这个力量 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 那它最终状态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很多网友我也看到了 它说怼鞋底不是这样怼的 怼鞋底是这样扭的 那么通过这个软件你要么扭 要么怼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扭动 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就相当于是给了它一个像铁块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把它这样往这边扭 对吧 那么这是它扭转的四个状态 包括我做了正扭还做了反扭 我们可以看到扭动的时候它的硬力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后跟的这个部位 是这个部位的受的这个扭矩可能是最大的 就是它受力主要在后面 但是你在做弯折的时候它的受力可能在中前部 所以说一个支撑片它只做中间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 对在前面跟它的后面至少在这一块最好都要有 但是我这个模型的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我是把它抽象成一个均质的一个鞋底的就是比如说微少1 它有个外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厚包 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片状的鞋底就不能代表它 然后包括像AJ30 AJ29它中间是个像桥梁的 桥梁它是有厚度的 那么这个模型它也代表不了 但是这个模型它是可以代表boost 因为boost是底下一个语音质的一个材料 然后也是相对柔软的 包括KD11 像欧文股都是可以来代表的 因为这它应该是可以算的 就是说我通过你的鞋面的材料 然后鞋底的这个材料 包括它的这个形态 这些数据我们都得到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扭转测试 然后来算出它的这个造型下的抗扭 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鞋底材料比如说它是翻拢 我是不是要把密度还有它 这些先不用 我们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测试 只要它的相对值都差不多就可以 那么我们鞋面可以用一种相对软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它适合boost的一种抗扭片 那么这个我们算出来 这个也是跟crazy explosive 跟螺丝漆 包括跟玉帅12 其实我发现玉帅12的抗扭片 也是类似于这个形状 只是它用的材料比较软而已 然后阿迪达斯它用的材料比较硬一点 那么但是从这个形态上面 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然后包括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twisting的一个过程 那你会发现它就会 这鞋垫它就会沿着这个 这个进行一个轴向力的一个扭转 那么它就可以在这里 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形变 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形变呢 在这里对它施加这个力 然后呢 那我们这里就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这个分析好了 就是如果说有小伙伴认为这个分析它不科学 或者说它有哪些值得改进的点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 然后我也会尽量去做到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鞋底 来做一个测试 那它就是属于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分析它就是说 把这个你的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抽象成一个一个点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来分析这每一个点之间的那种 像受力啊 然后彼此之间就位移发生变化 那么我这里点step 那它这就会开始跑 就是它第一轮的跑呢 是给它一个统一的一个受力的一个状态 就我这里设置的是每次就跑十步 就迭代十步 然后那第一步它是全都灰色的 在第二步的第二次迭代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些许变化 那你可以看到第二次迭代的时候 它进度条就会往前跑 那么这最初的一个形态就出现了 就是说它认为首先这些的这些硬力要加强 然后我再加强的是灰色的吗 对加强是灰色的 就灰色这厚度就突起来 就你在扭转的时候 这里它认为是硬力集中的这个部位 那么我再跑一次 它就会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出现一个结果 它说这一块是尤其需要加强 那么这个大致的一个形态就已经出来了 这其实跟那个361的那个 基墨弗雷戴特的那个鞋子的那个龙爪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 它是按人的足底筋膜 那个肌肉分布去做的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科比一代的时候 或者2K4拆出来 那个碳板它延伸到大脚趾的时候 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先不迭代下去了 它这个迭代到最后的结果 它会非常接近于这个结果 就是说它在 真的是那个形状 那么它就是在小幅弯折 就是我们颠跑 或者我们在侧滑步的时候 你看到吗 它的这个硬力 它是集中在大脚趾跟这个方向 但是当我发生大型变 也就是说登地起跳的时候 它的这个硬力 它是分布在外侧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有些人 它可能在奔跑的时候 它觉得脚会酸痛 但是它小步走的时候 它不会酸痛 但是因为它小步走的时候 没有拉到这条X 包括我看到你那个测评 那个宝尔芬那个鞋垫 它中间也有一个大差 也是X 对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 根据这个来算的 不一定准 但是做一个测评的一个定性的一个结果 是足够了 我相信就这个也可以回答一些人 这样扭这样掰到底有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模拟的这个数据来说 包括后面有没有必要加支撑呢 也是有必要的 它扭的时候后面这个硬力会很集中 但是很多时候的鞋底的后面 它会做一个加厚处理 就篮球鞋很多是后掌会稍微比前掌要高一点的 那边做了加厚处理之后 其实就已经基本上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但是它的中前部 这个由于你中前部肯定本身就薄嘛 你要有这个场地感那你肯定就薄 那么你一薄之后 这个能不能把上扭转做到位 那么就完全就是稳定片的事情 所以我平时我也会穿Provence 就是它的两条角是伸到前面去 我认为这是对的 就是这是思考过的 而不是说没有理论依据它只是在凭经验 那么包括我自己也喜欢打球嘛 那么我的专业也可以支持我去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挺巧的 这边是建筑工作室 然后我们导师其实主要是做建筑设计的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定制花纹的一些织物 这个绿黑绿色的就是直接用那个全自动织机织出来 扭一下就在这里硬力加强的地方很难扭 但是它在这种位置就比较好逆 就它的性能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做这种三维构件 就比如说你一个鞋面它立体的 它可以这样一体制成 就是一根线制成 它里面并没有那个制成 这就是毛衣的材料 然后制成了这个立体的 其实这个跟他们做鞋面一样的 就是用里面有热绒丝它会变硬 然后这就是那个织机 对 那平时这些代码都是靠这个做出来的 像这个的话是 这个东西是靠这个织出来的 然后但是像这个的话 你看它非常密眼 这个是要靠全自动的织机 然后除了用普通的这种级绿线 还可以用那种什么 这个叫什么玄武岩线 哦 玄武岩线 对 玄武岩线 其实跟布里线还差不多 嗯 那我们之后比如说做袜子 可以找学姐合同 就是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先把那个自动制机玩溜了 可以可以 我们以前也找不到 这个对应的这个接入口 看到这极客鞋谈 我觉得跟老牛知道 我们都喜欢打篮球 是有一个共同的接入口 对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好 谢谢学姐 谢谢 我就跟大家说是在回同 从同级离开 然后回公司的路上 当然就在想 其实中国的运动鞋品牌 或者说球鞋 它其实离这种国际一线品牌 距离还是很近的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很好的 跟这些国内的顶尖高效的这些人才 进行合作 一起去研发 一起去研究一个东西 你看像阿迪 他们就自己有自己的Future Factory 像耐克有波特兰的实验室 他做出了4%的跑鞋 对吧 像亚瑟士也有自己的研究院 他比如说像做出了像MetaRide 这样的这种全新结构的这种跑鞋 就完全不一样 像国内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大家都在想什么 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品牌 都在想什么 反倒是我觉得未来两三年像361 像匹克像特布都有机会 如果他们真的认真做产品的话 只要认真做产品 未来产品力和消费者之间 其实就隔着非常薄的一层纸 那层纸就叫互联网 互联网的消费交易 包括推广的成本 其实是相对于传统区道来说低了很多 所以只要你产品做的好 以后大家一定是拍手称快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是 真的会是这样子慢慢的演变下去 所以产品力和科研一定要结合起来 中国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技术 只是这些品牌不去找他们 因为很多老品牌也有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亲戚朋友是做产业链的 比如说安踏或者李宁可能就是产业链上都是一些老的朋友 就必须跟他们合作一直合作下去 如果不跟他们合作就好像搞的关系不好了一样 那研究也是的 如果我们老出一些新的东西要搞的这些老的合作方去变 去更新他们的材料配方更新他们的结构设计 他们可能也会很烦 就是怎么样处理供应链 还有这些已经就是跟着他们一起从一个小公司变成大公司 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七某好友之间的这种裙带关系会比较头疼 所以相对而言我觉得那些小众的国产的运动鞋品牌可能还会更有魅力 就是在未来只要他们能够学会产学研结合 就是及早的能够找到像那种特别厉害的科研人员跟他们一起合作出一款产品 我觉得才会在未来的情况下能够走得更远 所以我觉得以后的这些品牌都要想想怎么就是严格的把这个流程给走完 而不是就是一个人设计画出来交给开发 开发去做大配奖生产 然后回到运动实验室可能就是稍微的做一下敷衍的测试而已 为什么说是敷衍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不严谨或者说只是一个噱头 比如说EVA国产品牌大多数都是EVA对吧 按它的flashform我们去测试了也是EVA 匹克的太极的材料也大部分是EVA 大家都说的很新 但实际上材料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 结构上也是 比如说我说太极它已经是个不错的材料了 但是它在结构上 匹克上其实还没有一个跑鞋的一个矩阵 连一个跑鞋正确的结构它也还没有 那就更不可能说做出好的产品 结构力学其实和生物力学也是需要严谨的去分析的 包括李宁他出了一个pbx的弹力材料 其实就跟zoomx一样 对吧 跟飞马35那个turbo上一样 却还是pbx发泡材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 所以真的这些东西要去创新还是很难的 这就是我们最近这一周一个小的vlog汇报 这些内容之后都会做成一集集的节目 然后给到大家 然后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这一周就只能做一集球学视频了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极客鞋谈 我们内容要做深才会有人看 然后周边产品改好才会有人穿 谢谢 拜拜 没什么说的了 说完 说一下你的鞋子吧今天 今天有鞋 特布 特不同 昨天因为迟到了 所以我惩罚我自己 今天穿一件特布 你本遇到震荡震荡 怎么跟他建议 那我就穿话了 这个圣诞拍摄 哈哈哈 被丢人了 然后上午去看一下训练 下午去做个位移 晚吃饭 从杭州再回上海 这是我们一天的行程 落幕的背影 走开了 离开了 哈哈哈 漂亮 看着点 别人那个铲纱的那个 都在这儿啊 有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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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哦呦 七 三 二 一